司機還特別到聯合國求援 但是我們要先警告作恆 現在盟國的態度 是不是有點改變了呢 好 俄烏的戰事持續在焦灼 雙方比誰的後級 不僅可以跟得上 但我們就看到 烏克蘭現在一個月 大概要發射的這個炮彈 就有9萬發 所以當然也是不小的數目 所以在這個國防預算的上面 烏克蘭今年原本預計 是支出300億 而第三次的預算追加案 說是要來到400億 很快就會進行表決了 而明年的安全支出 預計是450億 這樣算下來 這預算的赤字 就會超過400億元 現在這些錢該怎麼樣找到 有三種途徑 首先是出售戰爭的債券 另外是遊說國際的援助 還有就是重建現有的債務 其實看看烏克蘭現在他們 整個經濟的狀況 預估經濟成長率是從1% 今年會提升到4% 可是全年的經濟活動 還是比開戰前低了不少 其實在這樣的戰爭之下 其實他們的很多軍員 都是仰賴上市美國 英國 所以現在他們就說 應該要感恩一些 所以被想說 是不是這個軍員的態度 開始出現了一些轉變了呢 那麼當然接下來 澤倫斯基他要訪問美國的話 也說預料會求助 有更多的援助 尤其他日前見布林肯的時候 是8度的向他道歉 而戰爭也影響到烏克蘭 他們農糧的出口了 鄰國的態度怎麼樣呢 坐恒 好 烏克蘭的糧食 因為戰爭的關係 所以大量的湧入了中歐的市場 只是這樣一來 也造成鄰近的一些國家 他們有一些產業是受到影響的 而最新是歐盟說 要結束烏克蘭的糧食禁令 只是說有些國家 他們沒有打算要甩 像是東歐有三個國家 就唱反調了 現在基輔也說要向WTO提訴訟 而其實有一個比較尷尬的時候 過去其實跟烏克蘭關係 滿好的波蘭 他們的農業部長泰勒斯就提到說 烏克蘭擁有數十萬的農場 這個波蘭是不可能可以超越的 所以只能採取一些措施 來限制入境 而且如果不這麼做的話 他們就揚言 絕對不會同意烏克蘭加入歐盟 他也提到說 應該要更關注烏克蘭的農業 對鄰國或者是歐洲其他國家 構成的威脅 另外G7的外交部長們在聯合國大會期間有舉行會議 關於俄烏戰士他們有說什麼嗎 挫衡 好 俄烏戰爭當中大家也很關注的還有就是 中國大陸對這件事情他們的態度是如何 所以我們看到在聯合國的大會期間 G7外交部長的會議當中 也談論到了相關的議題 最後做出了聲明 聲明當中是說希望大陸推動俄羅斯軍隊 他們可以撤出烏克蘭 而且必須是立即全面再加上無條件的 也說歡迎大陸自由來參加 由烏克蘭主導的和平會議 展開直接的對話 那麼這份聲明發出的時候 非常的剛好 因為大陸的外交部長王毅 他正在訪問俄羅斯當中 另外是接下來俄羅斯總統普欽 也很可能就會訪問北京雙方的關係 可能要進一步的來深化 而聲明當中也唱說 這個第三方應該要停止支援俄羅斯的侵略 否則很可能就會面臨到嚴重的代價 那麼大家當然聯想 因為在不久之前 我們看到北韓領導人金正恩 他才和俄羅斯總統普欽 兩個人是有會面的 所以在這件事情當中 他有提到說 這個北韓方面就說 是確實有談軍事密切的合作 但是否認朝北朝鮮 他們有提供給俄羅斯相關的武器 看完了國際新聞 想要知道更多的新聞內容 也可以掃瞄我左手邊的QR Code 下載TVBS新聞網APP 就能夠一手掌握 而烏軍在巴赫姆特 奪下了關鍵的村莊 但是俄羅斯強調 他們是不會從巴赫姆特撤退的 甚至現在中國朝鮮 還有俄羅斯 似乎形成了新的軸心三國 邊開槍邊挺進 巴赫姆特戰場上 還有兩架直升機 發射火箭彈幕 烏克蘭釋出幾段影片 都在告訴大家 反攻有成果了 但俄羅斯可不這麼認為 同一條戰線 俄羅斯官媒播出自己的版本 強調俄軍堅守巴赫姆特 不會撤退 戰爭繼續打 俄羅斯頻頻喊盟友 掛甘情 戴著禮物容貌帽 護身衣和無人機 滿載而歸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 反而六天受到貴賓禮遇 金正恩前腳剛走 換大陸外交部長王毅到莫斯科 中國作為世界大國和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 我們對維護全球戰略穩定 推動世界的發展進步 富有重要的作用 展現大國擔當 旅行應盡的國際義務 中俄聯手再加上北韓 普京似乎想打造21世紀周星國 我們在不簡單的情況下 當世界操作的軸心 俄軍最新也在靠近兩個盟友的白令海 舉行萬人海上軍演 50艘水面和水下船艦參演 甚至發射飛彈 除了拼外交結盟 普京更忙著打內宣 莫斯科市長就職典禮上 不忘提到在烏克蘭非法占領的區域 普京號稱 這些二戰區的人們 都因為俄羅斯生活越來越好 喊出今年GDP成長2.8% 但普京口中的經濟起飛 克里米亞人根本無感 明明是產油國 卻因為貨幣和運輸問題 導致克里米亞缺油 價格飙漲 而在瓦格納領袖 普里格金墜機死亡後 CNN來到中非共和國 用隱藏鏡頭追查瓦格納海外事業 傭兵軍隊已經被俄羅斯國防部收編 但瓦格納在非洲的黃金 鑽石 伐木 甚至酒精 飲料 生意呢 采訪過程中看到一位瓦格納士兵 想上前訪問卻被擋下 就算曾經呼風喚雨的普里格金 已經不在 但瓦格納身為俄羅斯海外觸手 和賺錢機器的角色 恐怕完全沒有變 TB的新聞 綜合報導